人一生 古人有一句话 一生皆是命 半点不有人 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讲 但是佛法能改造命 明朝 袁辽凡先生 遇到云枯尘死 教他改造方法 断无修善 急功未斗 自然就改变了 那我们就要晓得 什么是物 什么是善 心要有能力认识 要能力辨秘 什么是小善 什么是大善 利益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破灭开悟 利苦得落 这善大善 看到你做这个善事 影响的面有多大 影响的时间有多长 影响是从这个地方 断定的 如果这个善心 善死 影响的面很大 影响的时间很长 这大善 所以 海鲜老黄色 这片 这个小刺子 很简单 很浅显 人都看得懂 看得真受用 这个东西 普遍宣扬介绍 人学的越多 面越大 时间永远传下去 这叫大善 不思议的大善 那对我们来说 帮助我们 小野障 增佛会 肯定的 末法时期 这是无比殊胜的 殊胜的法门 决定得度的法门 没有丝毫怀疑 网样做得太好了 我们心住着 决定不动有 这就是神定 那么这个三 神定 这个三位 弥陀 大致 大悦 之所称 其身 无敌 其国 没有变 鸭是边际 没有变 身 没有敌 用这个来形容 这叫 身 禅定 这样禅定 自自然 感 常际光中的 发生 如来 所以 你自自然 能看见 社佛 一切祝福 这就是定 其用 神功光光地上游 他有一天 烧了十二之香 香楼上都插满了 有人看到 问他 你怎么少这么多 他不想讲 最后就讲出来了 他说你不知道 我今天看到 物理物外 通通通是阿弥陀佛 又看到了 床上床下了 全都是众生 在天我念 这是感应 这个不是做梦 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 将来成佛 都是阿弥陀佛 那么我们 从这个地方 就觉悟 我们用什么心 用什么态度 来看一切众生 他是阿弥陀佛 恭敬心 自然就升起来了